朋友們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視頻的朋友 關注加轉發一鍵三連的朋友 可以免費獲得我這邊 執行的一個問題 不收任何費用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我 三連小胖哥 買手店現在怎樣呢 有個朋友過來 他說你好 開店鋪在嗎 我說在的哥哥 有事你直接說就可以了 你想開什麼店鋪 他說一個人可以開幾個店鋪 我這邊想下的是京東買手店 我說不同的類目可以開幾家 目前同類目的買手店 最多只能兩三個 就是多人會被駁回 建議你開不同類目 他說一家入住大概是多少費用 我說一千多的一個費用 你出執照剩下我來搞 他說多的話有沒有優惠呢 我說優惠有的 就是有量有價格 他說我先開個一家下來試一下 大概多久可以開好 我說買手店最近比較慢 快的話一兩個星期 慢的話可能要兩三個星期 因為最近忘記時間比較長 618招商都忙著去幹促銷去了 審核時間比較長 他說買手店需要時間這麼長嗎 我先開一家試一下 我把那天跟招商聊天的截圖發給他 就是我催促招商下電的一個信息 就是最近天天在催嘛 天天沒什麼反應 告訴他確實是很慢 他說好的我先試一下 你裝的先給我搞一個 我說品牌有沒有什麼要求 服裝需要鑑定嗎 這個你知道 他說開好了付款 別人沒有什麼要求 就是快一點就可以了 我說服裝的你先看一下規則 可能要寄到倉庫去鑑定 他說知道 但是你這個下電的時間有點長 我說開電的時間都差不多 我這邊確實是需要這個時間 如果你覺得說這個時間可以快 那你再問一下有沒有誰可以快一點的 因為我覺得說一個招商審核的話 估計也快不到哪裡去 他說四天可以下電 我前幾天剛剛執行的 我說這個四天確實是有點不太可能 如果說你四天可以下的話 你都可以幫我搞一批 因為我有一批已經很久了 他說我真的是前兩天才問了 別人說四天就可以把店鋪下下來 你如果需要的話 我可以給你問一下 我說之前一兩天我也有下過 但是現在確實是變慢了 618我都等了兩三週了 我四天確實是下不來 那你可以找他 不行的話 就提前跟你說 我又把招商的截圖給他看 我說你看 我說剛剛客戶跟我說四天可以下電 不知道怎麼回事 招商說不可能 都是等審核 這個客戶他說 要不要我幫你問一下 我說確實不用 我說我只信招商跟我講的 其他我不信 因為之前我下京東小店的時候 一兩個月沒有汽車用品 那有人跟我說汽車用品也可以下 也是收的非常牛逼plus 我跑去問招商 招商都跟我講 沒有分配 哪裡有的汽車用品 絕對不可能 所以我搞京東 以招商為準 因為我們做京東 招商說了啥就是啥 他說不行就不行 外面雖然說有很多人吹牛 就為了收單 吹點牛逼是可以理解 但是該等 該走的時間 一樣少不了 你細品 或者說你試試就知道了 最後 小路住 京東各種店鋪 可以聯繫我 三林小杠哥